看看新闻网 会不会尴尬呢 姚元昊此次亮相台北电视节 其实是为了宣传新剧 幸福街第三号出口 虽然明知前女友隋唐会在其发布会 结束后出现在同一场合 但她的态度是见面又何妨 不会啊 为什么会害怕 我觉得台湾电视节 就是一个蛮盛大的一个活动 然后大家都一起在台湾 为台湾的电视 然后尽心尽力 然后很努力工作 然后我觉得大家就一起 为台湾的电视加油 其实在分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姚元昊在媒体面前的多次亮相 一直都未曾改变过 始终都是全程笑容满面 精神满满的投入宣传工作状态 公司分明 对待感情 她倒也很是理智 如果有遇到的话 会打招呼啊 当然会打招呼 于是接着拍下一场隋唐新剧 爱的生存之道的媒体们 也期待着两人打招呼的这一幕 只是这时才发现 隋唐还没来 姚元昊便准确赶在12点50分闪人 巧妙地避开了会出现的隋唐 至于隋唐新剧开播的当下 整个人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因为一年前那个哭哭啼啼的她 我觉得我在爱情面前跟所有女生都一样 你们会有的感觉我也会有 可能我要给的可能八年来 可能也不是对方要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一直以为不会有这样子一天 但是我现在的状况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说 所以很谢谢你们的感情 如今笑的妹角一个灿烂 而其实和前男友姚元昊 可能会再相见这件事 她也是知道的 虽然两人嘴上都说得好听 但是始终还是避开了这个尴尬的见面时刻 谁说分手还能做朋友 那都是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 因为过往的八年 对于隋唐来说 想忘记真的不容易 不知道也不敢期望什么 只是不管是谁都帮我好好照顾她吧 其实当时盛传因为王心灵的介入 才使得隋唐与姚元昊的八年情段 如今隋唐至今单身一人 姚元昊已有王心灵陪伴 外界虽然难以评论 在这段感情中谁对谁错 那就感慨一下问世间情为何物吧 留了情听听 时间果真世界最好的良药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